90年代的娱乐圈混乱不堪,可也美女如云 林青霞、邱淑珍、刘嘉玲和朱英 都是倾国倾城的明星,那时候不流行整容 也不流行修图,每张脸都长得非常高级 只是很可惜,正因为太漂亮了,他们出道 就被圈内大佬盯上,还遭到了不好的对待 林青霞多次被大佬强迫拍戏,邱淑珍和朱 英也拍摄过各种电影,不过和刘嘉玲比较 他们都算是很幸运的了 还记得刘嘉玲在 大内密探林林发,钟的扮相,真是角色清诚 我见尤莲,在拍戏之后的她总喜欢和好友聚在 一起聊天打牌 那时候刘嘉玲和陈志伟乡 约搓麻将,自己开车赶往,结果发生了意外 事情过去那么多年,早就成为了未解之谜 如今刘嘉玲被绑风波真相流出,还要多亏了 大佬陈慧敏的帮助 女星被人侮辱 这让刘嘉玲一度陷入抑郁症中没法自拔 陈慧敏是和李小龙齐名的,素来有 李小龙的腿,陈慧敏的权这种说法 陈慧敏表示当时刘嘉玲没有被侮辱 小混混的老板他认识,只是拍了照片 他要求他们别搞刘嘉玲了,轻松解决了这件事 同时梁朝伟因为担心刘嘉玲,几十年都睡不好 陈慧敏说出梁朝伟膝下无子时情,有一个刘嘉 林需要照顾就很头疼了